哈喽,大家好,我叫张淑琼,我来自巴黎高等工业物理化学学院,现在是工程师三年级的学生。 巴黎高科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工程师项目,因为我在本科的时候读的就是东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中法合作办学的专业,当时我的法方老师还有中方老师在介绍法国的工程师教育体系时,都有提到巴黎高科这个项目还有里面的学校。 巴黎高等工业物理化学学院非常吸引我的主要有两点,一个是这个学校它在化学物理和生物三个领域都非常的著名,并且在教学上很注重跨学科和交叉学科。 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一点,因为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适应社会的多种需求,培养自己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未来也能更好的去处理一些复杂的课题。 第二点就是这个学校的教员和研究员的数量远远高于学生的数量,所以我们可以随时与他们进行交流和互动。 最后我选择了这个学校也是基于这两点,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本科时候的教育背景和BAC未来的教学规划是非常契合的。 关于面试的话有三个小建议,第一就是明确自己的动机,为什么想要申请这个学校,你的三年规划,五年规划,第二个就是展现自己本科期间所学的内容与你目标院校的专业的匹配度,第三个的话在面试的语言选择上可以优先选择法语面试。 我们学校在找实习方面提供的帮助还挺多的,在二年级刚开学的时候就有职业规划课,在这个课上老师会教我们怎么样用英语和法语写简历和动机信,然后还会进行面试模拟。 第二就是学校会组织在物理化学和生物三个领域的企业forum,在这个forum上我们可以跟工程师和HR进行交流,甚至是直接投递简历。 第三就是学校有一些校企合作,还有强大的校友网,当他们遇到适合我们学校学生背景的实习的时候,他们就会把这个消息发给工业关系处的老师,再转发给我们学生,我们就可以进行投递。 如果是满课的一天的话,早上从8点半开始到中午的12点左右,下午的1点15分到5点半左右,课程的形式多种多样,可能是大课,CT课,或者是实验课,也有可能是GTRA,就是由一个老师或者是研究员带五六个学生一起来研究 都由我们课程延伸出来的一个论文,或者是一个大的习题。 我们学校的课外活动还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在开学的第一周的周末,就有一个大型的活动叫做Weekend de Cation,融合周末,所有新生会一起去海边旅行,然后就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来帮助大家快速的认识和熟悉。 除此之外,还有的大型活动,比如说滑雪周,帆船节,话剧周,艺术旅行等等。 另外我们学校和巴黎的一些剧院有合作,可以拿到一些比较优惠的话剧啊,或者是交响乐等等的这种萌票给的学生。 再到复문完课~!